林希蕊是出了名的笨蛋美人 她不小心将团队潜心研究的病人数据弄丢 为了不让人发现 她自己瞎写了一份 病人做手术时 我及时发现数据不对 可手术过半 病人抢救无效死亡 我去监控室调出监控才得知真相 准备向病人家属解释清楚时 却被未婚夫和哥哥拦了下来 他们指控是我弄混了病人数据 他们还说 如果你把真相说出去 希蕊以后怎么做医生 就这样 我被情绪激动的病人家属推下高楼 在睁眼 我回到了手术进行时 病人心跳加速 这句话在手术室内引起一阵慌乱 看着熟悉的一切 我意识到我重生了 这台手术本不是我的 是在手术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的未婚夫雇员找到我 告诉我她临时有事 让我帮忙顶一下 人命关天 我没有拒绝 抓紧时间 看着她给我的病人数据和手术方案 却在手术中 因为数据弄错病人能承受的相应剂量 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导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 手术结束 我去调了监控 这才知道是林希蕊把报告弄丢了 为了不被追责 她瞎写了一份传上去 而她怕顾远被医院开除 少了一个人在医院帮她 她找借口支走了顾远 并提议让顾远找我帮忙 家属还在大闹 我找到家属 让他们跟我去看监控 却被顾远拦下 等我推开她带着家属过去的时候 监控视频已经被我哥删除了 虽然没有证据 可我依旧指出林希蕊是罪魁祸首 林希蕊为了自证清白 跑到天台上闹自尽 我哥和顾远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头上 两个都是医院里响当当的大人物 病人家属对他们说的话自然深信不疑 情绪激动之下将我从天台上推下去 我的死保住了医院和所有人的名声 只有我一个人死了还要背负骂名 重来一世 我直接将二柱递过来的数据推走 这是错的 林希蕊站在一边 小声嘟囔 怎么可能 数据怎么会错 数据波动很正常了 你别乱说 容易引起慌乱 我看了她一眼 什么都没说 减少剂量 继续手术 两个小时之后 手术成功 病人的性命保住了 出了手术室 病人家属立刻围上来 医生 怎么样 我摘下口罩 这里说话不方便 都跟我来吧 我将病人家属和刚才在手术室里的人 全部带到监控室 在众人的疑惑里 找出监控视频 视频里 林希蕊改掉数据的证据一清二楚 所有人惊讶愤怒的视线 全部砸到了林希蕊的脸上 我的巴掌也紧随其后 甩到林希蕊脸上 弄丢数据 你已经死有余辜了 你还瞎写一份数据传上去 你知不知道 手术中 我如果按照你瞎写的数据 给病人用药 会害死病人的 林希蕊脸颊泛红 眼圈也红了 反射性的摇头否认 我不是 我没有 病人家属一把 薅住林希蕊的头发 监控视频录得一清二楚 你还否认 几个人三两下 就将林希蕊打倒在地 每一个人站出来帮她 林希蕊护住她最看重的脸 哭着道歉 一道怒吓声突然响起 干什么 是我的未婚夫 顾远 林希蕊听出顾远的声音 哭着求救 希蕊 顾远怒火中烧 用力推开病人家属 将林希蕊扶起来 护在自己怀里 立声质问 你们干什么 这里是医院 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吗 病人家属也不惯着顾远 连她一起打 你女朋友差点害死我儿子 你是我儿子的主治医生 你死哪儿去了 顾远是真的不知道 林希蕊做的那些事情 信誓旦旦地替林希蕊说话 但监控视频 却实实在在地打了她的脸 林希蕊窝在顾远的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的数据也不是错的 确实是当天病人的数据 我怎么可能乱写害死病人呢 我是医生啊 难道这点医德我还没有吗 顾远心疼坏了 身为医生 连最基本的原则都没了 她眸色沉沉地看向病人家属 好了 林医生不是故意的 况且小假手术很成功 这里面也有林医生的功劳 顾远的二柱都听不下去了 顾医生 这场手术是许医生完成的 要不是她发现数据不对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力挽狂澜 病人就真的 顾远一记灵力的眼神扫过去 二柱只是停顿了一瞬间 便站到我身边 她已经决定站队我这边了 毕竟是个聪明人 这会就不会在病人家属面前 帮罪魁祸首林希蕊说话 二柱接着说 林医生甚至还说 病人数据波动很正常 顾医生 这么不对病人负责的医生 你为什么还要把他 安排进这次的手术团队中 顾远一言 你 小假的父亲一把钻住顾远的衣领 你想害死我儿子 是不是 顾远因侧侧地看了二柱一眼 很快便换了一副嘴脸 对小假的父亲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你先回去照顾小假 你少放屁 小假父亲一点没给顾远面子 指着林希蕊说 把他开除 不然我就把事情闹大 你们医院就等着倒闭吧 顾远看向我 谋底满是谴责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非要把事情闹大 整个医院都被你连累了 我都被气笑了 顾远 林希蕊是你手底下的人 这件事你也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你就别干了 我冷声道 顾远神色一致 很明显是没料到 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吓他的面子 许乐言 你别跟着添乱 我挑了挑眉 韩生打断他的话 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干了 我不再看他一眼 对小假父亲说 您放心 这件事我们医院 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小假父亲很感激我 毕竟是我救了他的儿子 可他还是持怀疑态度 你 许医生 你 我微微一笑 医院是我们家开的 小假父亲松了一口气 连连点头 好 许医生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当然 我含笑宋小假的家属 也遣散了其他人 回到办公室 顾远带着林希蕊跟着我 一进办公室 顾远便立生质问 许乐言 什么叫你医院 是你家开的 行 就算你在医院里有话语权 可你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连自己人都护不住 你还想当一个好领导 谁还会扶你 我在椅子上坐下 听他说完才缓缓开口 我胳膊肘往外拐 我扫了眼 缩在他身边的林希蕊 笑了 我哪拐得过你啊 顾远似乎才想起来 他是我的未婚夫 呵 真是受累 他挤不过来 神色缓和了一些 就连语气都大有一丝 苦口婆心的意味 小假的手术很成功 咱们就不要将这件事情闹大了 好不好 传出去 对整个医院的名声和名誉 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不能留后患啊 我淡淡地扫了眼林希蕊 连病人数据都敢瞎写的医生 如此不把病人的生命当回事 就该直接开除 你 你包庇这样的属下 就是对病人的不负责 我不给顾远说话的机会 你也该开除 顾远根本没把我这句话当真 你别说气话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 不紧不慢 不是气话 顾远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了 可她根本没把我说的话当回事 反而还用她的身份威胁我 许乐言 你别忘了 我是你的未婚夫 是吗 我意味深长的余光 在林希蕊的身上扫过 你别胡说 顾远跳脚的样子 真的将恼羞成怒演绎的淋漓尽致 我含笑站起身 顾远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我的未婚夫了 顾远英俊的眉宇之间 闪过一抹不耐烦 伸手要握住我的胳膊 我微微躲了一下 别碰我 顾远怒了 许乐言 你到底在闹什么 我没闹啊 我依旧保持微笑 就是嫌你脏 不要你了 我轻蔑地上下打量了她一圈 视线最后定格在她愤怒的脸上 这是觉得我在她心爱的女人面前 让她颜面扫地了 我看向林希蕊 笑着开口 一个认不清自己位置的软饭男而已 谁要就赶紧去捡 毕竟 我收回视线看向顾远 这个人很会演戏 只给人看她光鲜亮丽的一面 顾远握紧的双拳 在发颤 想打我 我抬手就甩在顾远的脸上 在她震惊愤怒的视线里 笑着问她 你敢打我吗 林希蕊哭着斥责 许乐言 你太过分了 顾远是个男人 你怎么能这么不给她面子 我给她面子 你问她要得起吗 我就是要撕下顾远这张脸皮 狠狠踩在脚下 顾远死死咬着牙关 点头 好 许乐言 我们分手 你别后悔 我被她这句话逗笑 你见哪个人丢完垃圾后悔的 你 我像赶苍蝇一样挥挥手 行了 你可以滚了 顾远目自欲裂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大步离开 林希蕊含泪的视线带着控诉 仿佛我是那个不可饶恕的罪犯 她是不是忘了她差点杀死一个人 上辈子她确实杀了人 两个 我压下恨意讥讽到垃圾跑了 你还不快点去追 就算医院是你家开的 我也不会让你这么欺负人的 她放下狠话 转身去追顾远 第二天我在医院里看到林希蕊 她似乎很得意 远远地就递过来一记挑衅的眼神 但我并不意外 有我那个哥哥在 林希蕊不会那么轻易离开医院的 顾远自然是她跟我哥说了什么 也一起保下来的 她很享受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的感觉呢 林希蕊已经走到我面前了 又恢复了一贯的小白花姿态 病人家属决定不追究了 院方也决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许医生 真的很抱歉 让你失望了 也好 我点点头 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更容易掌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只是病人家属决定不追究 我不免有些失望 上辈子我的死和林希蕊有很大的关系 可我到底是被病人家属直接害死的 重来一世 我不仅救了他们的儿子 还放下了对他们的仇恨 可转眼他们就被收买了 一定是我哥 许医森 我勾起唇角 在心里默念 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林希蕊还没有刺激够我 又补了一句 小贾的数据都重新整理好了 她还有一次手术 顾远依旧是她的主治医生 这下我可开心了 真好 林希蕊轻笑 讥讽地说道 你心态真好 她越过我离开 我缓缓转身 视线定格在林希蕊的背影上 已经死过一次 我的心态当然强大 这样才能送她去死啊 连续忙了两天 晚上我才回家 看到爸妈还是和平时一样 我心里的酸涩这才消失 炎炎 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我妈摘下眼镜放到茶几上 走过来 是不是太累了 我爸在一边说 做医生哪有不累的 我妈撑了我爸一眼 就你知道 我心疼我女儿 我难道不心疼我女儿 我爸笑眯眯地走过来 炎炎 爸爸给你做了血鱼汤 你一会儿多喝点 我的眼眶还是有些发酸 深吸一口气 点点头 嗯 她脸色不好 不是因为累了 许医森低冷的声音 自楼上响起 我寻声看去 许医森从楼上缓步下来 来到我面前 周身气场强大又冰冷 仿佛我是她的敌人 而不是她的妹妹 我妈没心轻醋 医森 你说什么 许医森冷冷地看着我的眼睛 怎么不说话了 把你这两天 在医院所做的一切 都告诉爸妈 见我不吱声 许医森清审 不敢 怕爸妈知道 你差点回整个医院 许了炎 你觉得这件事 你能隐瞒多久 爸妈闻炎皆是一惊 什么毁了医院 许医森居高临下 冷然地开口 那要问问你们的好女儿了 见我依旧不说话 许医森轻点了一下头 看向我爸 就是咱们这位伟大的许医生 在发现病人数据错误之后 第一时间把病人家属 带到医院的监控室内 随便把院内的监控视频 给外人看 害得病人家属 情绪激动 差点毁了整个医院的名声 也差点毁了医院 两位医生的未来 如果一家医院出了事 第一时间把当时医生推出来 而不是想办法护住自己的人 那这所医院就算救了再多的人 也没有一丝人性 得人心者得天下 我们是私人医院 是要赚钱的 许乐言 因为你一个人 差点毁了医院 毁了那么多人的就业岗位 然而到现在 你却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 许医森冷笑 你这种人 不配留在医院 我爸妈惊讶不解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言言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直看着许医森 心底密密麻麻的含义 被恨意搅乱 翻滚 最后化成一声轻笑 哥 你说错了 许医森挑眉 尚未者姿态十足 你说说 我说错什么了 我开口 再发现我们医院的 林希蕊医生 把病人数据弄错 导致病人 差点死在手术台上之后 我第一时间 是根据自己的专业 继续这场手术 将病人 从鬼门关拉回来 保住了整个医院的名声 这才没让家属 第一时间大闹起来 我心底 刚才的含义 没有消失 而是转移到了 许医森的脸上 我继续开口 手术结束 我第一时间 带病人家属 来到监控室 给他们看 林希蕊 物删数据 自己下写一份 传上去糊弄 了事的证据 确保视频 没有被删除 揪出罪魁祸首 并当着病人家属的面 开出罪魁祸首 这也算是 给病人家属 一个交代 在许医森森冷的视线里 我接着说道 不过真正维护 住医院名声的 还是哥哥你 是你找到病人家属 给他们大一笔钱 不让他们 将这件事说出去 我眨了眨眼 好奇地问他 不过哥哥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花钱封口 到底是为了医院着想 还是为了保住林希蕊啊 许医森冷峻的脸上 终于出现裂缝 力声道 许乐言 你做错了事情还狡辩 好了 我爸陈生打断许医森的话 我听明白了 他谴责地看着许医森 那个林希蕊 就是医院新来的医生吧 弄得病人数据 已经是大过了 他不及时上报 反而还自己 瞎写了一份传上去 这是在杀人 许医森有些激动 爸 许医森 我看你是真糊涂了 要不是你妹妹 病人很可能早就咽气了 到时候别说医院 我们整个许家 都会受到连累 连你也不能幸免 你不感谢你妹妹就算了 还说一些大言不惭的话 训斥你妹妹 你的脑子呢 许医森 眉心紧促 爸 我 闭嘴 我爸怒道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许医森冰冷的视线 瞪了我一眼 大长腿一脉 直接离开家 一晚上都没回来 我妈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医森和那个林希蕊 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那么像着一个外人 我爸冷哼 还能怎么回事 看上人家了呗 我看他连是非都不分了 这就是 他询问地看向我 终于想起来 是不是就是那个恋爱脑 我只能说 我爸还听懂 我和你妈出去开会 就把医院交给他几天而已 他就弄出这么大的幺蛾子出来 要是我们再往回来几天 那还得了 我妈抿了抿唇 说到底 他还是不成熟 大师上还没言言拎得清 我爸赞同地点了点头 你开除是对的 我们医院不需要这种医生 我轻咳一声 小声提醒 被我哥保下来了 爸妈 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赶忙说 爸妈 现在这件事还没闹起来 哥哥要保 那就先这样吧 看看以后怎么样再说 再出事后悔就晚了 我爸情绪有些激动 我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她安抚了我爸一会儿 继续说 严严有自己的安排 你也让孩子锻炼一下 我爸没什么好气 你哥已经恋爱脑了 你可别跟他学 不会的 我坚定地说到 我已经和顾远分手了 我和顾远是大学同学 他长得帅 学习成绩也好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 如果不是他太穷了 就真的完美了 那个时候我不明白 什么时候贫穷 也成为一个人的缺点了 所以我主动接近顾远 也没有可以压抑 我对他的喜欢 那时候 我爸偶尔会来学校上课 我总是觉得 我爸的课无聊 不爱去 但顾远很喜欢 他说他很崇拜我爸 希望能跟我爸一样 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 治病救人 我爸妈也很欣赏顾远 还资助他完成自己的课业研究 在顾远毕业之后 更是给顾远提供岗位 让他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医术 而我们两个走到一起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了稳固他在医院的地位 我甚至刻意掩盖自己的实力 就为了让顾远能多做几台手术 这并不是对病人的不负责 如果一台手术超出了顾远的能力范围 我自然会出手 前世 在我死之前 我还是全心全意地 为顾远的未来着想 也想和他组建一个家庭 如果我们以后有了孩子 对医学感兴趣的话 我和顾远一定会尽力培养他 就像我爸妈一样 可这一切在灵溪蕊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就都变了 顾远不仅背叛了我爸妈 背叛了我 也背叛了许一森 毕竟我们整个许家都对他有恩 我当然不会阻止他顾远 对许一森的背叛 许一森值得 但有些事情 我必须跟我爸妈讲明白 听我说完 我爸妈皆是一阵失望 这么多年 我爸妈早就把顾远 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顾远这孩子 太让我失望了 我妈痛心地说道 我爸则叹了口气 摸了一会儿 他拍拍我的肩膀 早点认清也好 分就分了 这样的人 你真要和他结婚了 以后我和你妈也得为你操心 你自己也不好过 我忍不住抱住我爸 提前是死了的自己 抱一下我亲爱的爸爸 爸 谢谢你 我爸一把把我推开 别学那些外国人 咱们中国人讲究含蓄 我转身去抱住我妈 妈 我爱你 我妈笑了出来 轻拍着我的后背 甭搭理你爸 你跟妈不用含蓄 我爸轻咳一声 傲娇地开口 其实抱一下也行 我妈突然想到什么 把我推开 顾远和那个林希蕊 必须开除 一声这不是胡闹吗 我爸也赞同 看得出来 他对顾远真的很失望 虽然顾远的医术不错 但也没到不可多得的地步 我当初是看他努力上进 心地善良才收了他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老眼昏花 没看出来 他一直在跟我演戏 我遍体生寒 如果顾远真的一直在演戏 那他真的太心机了 这样的人坚决不能留 但是 爸妈 不如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吧 我也想通了 不管是治病救人 还是对医院的经营 我都要上手的 见我如此上进 我爸妈自然是同意的 他们原本也没决定 把医院交给许医森 我爸妈将这件事 全权交给我处理 一日 我在医院里碰到了小贾的父母 看到我 两人并未表现出一点心虚 我还是问他们 林希蕊差点害死你们的儿子 你们收了多少钱 这么痛快就答应不追究了 小贾的父亲瞬间跳脚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贾母亲也在一边阴阳怪气 许医生 你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了 谁不知道这家医院姓许 我们贾家善良 答应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你就偷着乐吧 在这里装什么真结恋女 我想告诉他 真结恋女不是这么用的 想想还是算了 我和他们争什么呢 我只是说 小贾还有一台手术 这台手术 只有我有90%的把握成功 不用你 小贾父亲一挥手 顾医生和林医生 已经在研究我儿子的手术方案了 这就叫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吗 上午查房的时候 我还是看了眼小贾 毕竟 他是我从手术台上救活的 林希蕊正好也在 看到我 林希蕊对小贾笑得更加温柔了 小贾 你好好休息 我下午再来看你 小贾今年19岁 因为身体一直不好 今年刚上大学 可没想到才上了几天 学就进医院了 上辈子甚至还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 我刚要上前 就看到小贾一把握住了林希蕊的手 林医生 你别走 再留下来陪陪我 林希蕊微笑着扶开小贾的手 我还要去查房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 随时叫我 又含笑对我点了点头 林希蕊带着他一身的岁月静好 离开了病房 小贾双目寒春地目送林希蕊离开 直到林希蕊的背影彻底消失在了病房门口 他才看向我 神色骤然冷淡了下来 许医生 之前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既然林医生不是故意的 你就不要再打着我的名号为难林医生了 林医生是个好人 我只觉得心口被堵得死死的 一时之间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但不得不说 我是佩服林希蕊的 许医生 顾远 现在就连小贾都站在他那边了 会不会是我做人太失败了 嗯 是的 我最大的失败 就是上辈子没有直接送这三个人去死 但我又重活了一世 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即便身为医生 我也要对他们说 都替好人去死吧 离开病房 我直接来到监控室 想看看昨晚在我离开医院之后 林希蕊是不是去病房找过小贾 虽然病房里没有监控 但走廊里的监控 没准能提供些什么 可惜的是 一点收获都没有 林希蕊确实是进过病房 是和几名护士一起去查房的 之后护士先出来了 林希蕊一直在里面 十几分钟之后就出来了 没什么异样 出了监控室 没走几步 我就看到了拎着一塑料袋东西 边走边哭的屈亚男 他就是顾远的二主 之前还帮我说话来着 我快不过去 怎么回事 扫了眼塑料袋里的东西 应该都是他的私人物品 我瞬间就明了了 行了 你别走了 跟我吧 屈亚男擦掉眼泪 许医生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你哥把我开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 别委屈了 会后我带你 屈亚男点头 试探地问道 那你哥那边 我抿了抿唇 他只是负责业务方面的事情 还到不了一言堂的位置 屈亚男轻松地笑了出来 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拉着屈亚男来到我的办公室 关上门 我刚才看监控 你昨晚和林希蕊一起去查房 林希蕊和小贾 不等我说完 屈亚男就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你是没看到 许医生 那个林希蕊一看到小贾醒了 就握住小贾的手 嘘寒问暖的 还一个劲儿给小贾抛媚眼 这话不该我说 但我还是要说 小贾也是个傻逼 差点被林希蕊害死 人家给了他几个媚眼 他就不行了 这种只知道用下半身思考的人 不知道救活他有什么意义 我朝屈亚男勾勾手 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道 你帮我个忙 听我说完 屈亚男一脸嫌弃的咧咧嘴 要真是那样的话 我也佩服他豁得出去 你放心吧 许医生 我会紧紧盯着他们两个的 行 我重新给你安排一下岗位 下班之前给你答复 你先自己找事情做吧 我边说边拿出手机 我爸打了一通电话 跟他要了屈亚男 我爸让我自己安排 从现在开始 医院就分为两个帮派了 我和许医生 说来可笑吧 但这就是现实 治病救人的地方 平时也不是种植成城的 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现在我也要加入进来 去亚男出去没多久 顾远就进来了 连门都不敲 真没礼貌 他一开口就是质问 许乐言 你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 我开除的人 你留下来 想打谁的脸 我被他这strong的B样逗笑了 顾远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你有资格开除医院里的谁 顾远像是被我这句话刺痛 脸上浮现出难堪又不悦的表情 是我让你哥开除的 那就直接说许医生开除的 跟我装什么 我收回视线看向电脑 漫不经心地告诉他 许医生也没有权利随便开除人 我觉得屈亚男不错 打算亲自带他 屈亚男是我的 他不是被你开除了吗 我给了他一抹一闪而逝的微笑 他现在是我的人 还有什么疑问吗 顾远脸色沉沉 黑晕压成一般 许乐言 你这是要跟我对着来了 我无语至极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跟你对着来 你也配 顾远一噎 你 我微微扬起下巴 另外 不要再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否则我不介意做一回资本 让你尝尝这个社会的黑幕 顾远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许乐言 你怎么 滚吧 我像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 没忍住吐槽 一个靠我家资助 才能走到今天的软饭男 在这跟我跳脚 顾远双手用力拍在我的桌子上 许乐言 我告诉你 我能走到今天 靠的是我自己的实力 我笑了 好啊 那我就看看 你靠自己的实力 你靠自己的实力能走多远 办公室的门 这时打开 副院长从外面走进来 顾远 你在这儿啊 这个表格给你 顾远接过 随即激动地抬头 副主任 副院长 点点头 副院长 我缓缓开口 我也要申请 文言 顾远阴冷的视线 猛地砸到我脸上 许乐言 你想跟我抢副主任的位置 我笑得自意 你有实力 怕什么 顾远咬牙点头 好 许乐言 你别后悔 自取其辱的人不会是我 我攥紧表格 大步离开 副院长明显是听说了 昨天院里的事情 叹了口气 你们两个也算是神医眷履了 怎么闹成这样 燕燕啊 别说你爸妈了 我都替你可惜 陈叔 我没什么可惜的 我又没损失什么 副院长摇了摇头 这个顾远 确实有点飘了 也不小了 怎么还这么天真 他边摇头边出去 没一会儿 就让人把表格给我送来了 今晚不用值班 给去亚南安排完 我就回家了 吃饭之前 许一森回来 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脸色沉甸甸的 饭桌上 我爸问我 你要申请副主任 你不是要 爸 我也够资格了 我笑音的接过我爸的话 他扫了我哥一眼 把没问出来的问题咽下去了 我知道我爸想问我 既然准备接管医院 为什么还要申请评选副主任 我确实贪心了 许一森和雇员 我都不想让他们好过 暂时先能隔应一个是一个吧 反正最后他们都得替好人死了 许一森突然放下筷子 冷冰冰的视线看向我 许了言 你这几天在医院太嚣张了 我爸顿时又怒了 摔下筷子 怒声质问许一森 你非要在饭桌上说这些是不是 到底谁太嚣张 你妹妹好歹是为了医院好 你呢 许一森猛地站起来 你就惯着她吧 一森 你现在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 我妈是真的很不解 我都不说你胳膊肘往外拐 你要真能做到帮礼不帮亲 我和你爸都引你为豪 可你现在就因为一个女人 连是非都不分了 我走了 许一森不耐烦地道 大步离开 滚 赶紧滚 我爸一把抄起筷子 丢到许一森的后背上 许一森背影一致 转身看着我爸 我只是爱一个人 我没错 我连忙起身给我爸顺气 陌生气 陌生气 许一森这个傻逼 真是恋爱脑晚期了 这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副主任的评选出结果了 自然是我啊 顾远不服气 许乐言 如果不是你仗着自己姓许 就凭你的实力 你真以为你是我的对手 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你跟我狗叫什么 让了你那么多年 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真当自己是什么神医了 滚出我的办公室 我会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实力 顾远放下狠话 转身大步出去 正好和开门进来的 屈亚男碰了面 屈亚男直接一个大白眼甩过去 越过他来到我面前 给你看点东西 确定门关上了 他才拿出手机 视频里 小甲躺在病床上 不一会儿 灵溪蕊从被子里钻出来 给小甲盖好被子 出去了 我长真眼了 屈亚男拿回手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你存到硬盘里 给我吧 U盘 屈亚男直接递给我一个U盘 真是我的好助手 这个小甲也是的 明天就要做手术了 就不能再等一等 第二天上午九点 小甲被推进了手术室 这个手术故远之前没做过 这是第一次 但是他信心十足 然而结果狠狠打了他的脸 手术失败了 这一次没有弄错数据 回看视频的时候 发现是林希蕊出了错 顾远这场手术 本就做得手忙脚乱 林希蕊这点错 成了这场手术失败的关键点 手术门打开 顾远一脸沉重的出来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小甲父母根本没想过手术会失败 文言都懵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儿子死了 顾远的遗柱站出来解释 其实是林医生 闭嘴 顾远打断遗柱的话 跟小甲父母道歉 小甲母亲天塌下来一样 倒地大哭 林希蕊躲在顾远身后 委屈极了 小甲父亲不肯善罢甘休 抓住顾远要他赔命 遗柱看不下去 把实话脱口而出 小甲父母又去抓林希蕊的头发 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一闹 林希蕊被小甲父母拖到医院的天台上 顾远追上去 很快许医森也到现场了 我也跟过去 小甲爸爸 你冷静点 这件事也不全是林医生的错 小甲父亲红着眼 那是我儿子 我儿子死了 就是你们医院的错 所以我当初要开了他们两个 你为什么不追究了 我质问 小甲父亲突然想到了什么 痛恨的视线看向许医森 大步朝他冲了过去 小甲母亲也过去一起打许医森 和上辈子一样 推嗓之间有人掉了下去 但不是我 是许医森 上辈子 许医森和顾远一起 将小甲的死怪罪到我身上 这辈子轮到他自己了 我跑下去 冷眼看着许医森的遗体 不知道许医森会不会重生 许医森没有重生 我爸妈虽然伤心 但是医院的事情还需要他们处理 因为小甲的父母闹了起来 我爸妈将顾远和林希蕊开除 并业界通报 两人以后都不能在医学界混了 小甲父母还要跟医院索赔 我直接将当时我要给小甲做手术 但是被他们坚决拒绝的视频公布 就连网友们也说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况且所有的手术本就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顾远和林希蕊被医院开除之后 找不到相关工作 但两人手里多少还有些积蓄 找工作也不急这一时 可钱很快就花完了 俗话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 更何况两人现在还没结婚 钱就放在一起花 现在花完了 又找不到其他工作 矛盾自然就出来了 花好月圆时 有情盈水宝 但现在 两人连水都买不起了 顾远又找到了我 颜言 离开你之后我一直很后悔 我现在才发现 我真正爱的是你 我对林希蕊那只是一时糊涂 我一点都不爱她 我冷眼看着这样的顾远 打心眼里隔影 有这样的前男友 跟有暗底有什么区别 顾远 你如果真心爱林希蕊 为了她肯放弃一切 虽然这很不道德 但我还很佩服你有追求真爱的勇气 但现在我只剩下恶心了 你离我远点 别再来找我了 我不再看她一眼 转身走人 身后传来顾远不甘心的声音 颜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会对你一心一意 回到办公室 我拿出去亚南给我的U盘 想了想 又放了回去 其实现在顾远和林希蕊这个结局 我已经很满意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一名医生 可这个世界上还是恶有恶报的 又或者说 恶人自有恶人母 小贾竟然录下了林希蕊给她那啥的视频 而这视频又让小贾的母亲发现了 小贾父亲被收押 等着排气候审 就剩小贾母亲一个人 她便拿着视频去找林希蕊要钱 可林希蕊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哪还有钱给她 小贾母亲一怒之下 就将视频公布出去了 顾远也知道了 当我再次得到顾远的消息时 她也被收押了 她杀了林希蕊 还说是林希蕊毁了她 一年之后 顾远的案子出结果了 她被判了死刑 二审维持原判 即便死到临头 她依旧认为是林希蕊连累了她 还让人给我带话 说她后悔了 她最爱的是我 林死还不忘恶心我一下 不过很快我就将她抛到脑后了 因为 崭新的人生正在向我招手 这辈子 我要走得很远很远 这辈子